《封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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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借故把人遣到前院了 走廊上也没有人 不需要爬窗户 我习惯了 你咳嗽好点没 好多了 你吃五香鸭了 五香鸭都是我那护卫吃的 我今儿再给你讲个故事 说故事不用晚上来 你白天你家管那么严 我也进不来啊 你可以写纸上让人送过来 我今天把窗给你留着 将人浅开 是有话要与你说 你说 得知你是犯贤 我心里除了意外 还是很欢喜的 这话本不应该跟你说 可是我想让你知道 我所说的 正是我所想 我也一样 我见到你 我心中也欢喜 但是 喜欢一个人 首先要做到的是尊重 你每晚爬窗进来 这是调戏吗 我们未来有那么长的日子 有什么故事要讲 等到澄清以后不好吗 其实我特地晚上进来 不只是为了讲故事 我亲手调的 纸咳顺气的方子 我亲手调的 纸咳顺气的方子 你知道我是跟老师学读的 用药比较大胆 这里没有几味药 普通方子上不太常见 若不是偷偷送进来 恐怕递不到你面前 来 怎么是你先喝 我帮你试药啊 证明这药没问题 不用试 我信你 不苦吧 我特地熬的冰糖 夹着桂花 这是我有生以来 喝过最甜的药 你喜欢就好 这个药 费了很久吧 药材好找 就是熬的时候 得一直盯着 几个时辰不能走神 为什么不让丫鬟盯着 给你的 别让我不放心 那谢谢范大夫了 怎么了 就是有点困 困 突然困吗 没事 可能是有一味药 不太合你体质 去跟醉酒似的 睡一觉就好了 回头我把这药给你换了 婉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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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好热啊 我好热 好热 玩 我要春风 不要 最后 皇帝放弃了他的皇位 也再没有回过他的故乡 因为他只想跟自己最爱的人一起 走遍天涯 婉儿 你在听吗 走遍天涯 我还有一个秘密要告诉你 我其实 是从另外一个世界来的